換個心情來關心到天氣資訊 來看到颱風消散之後 臺灣附近的大氣環境 其實會相對的單純很多 因為主要呢 還是受到了北風的北方大陸冷高壓 東移出海之後呢 帶來的回流影響的 那也可以發現這個回流是偏東的 那另外呢 所以就有影響了 因為呢在今天降雨季度的部分 在東半部地區呢 其實還是會有短暫的零星降雨 跟間接性的好雨 而且在馬祖地區 甚至在里島地區 都會有不定時的局部短暫陣雨 大台北地區也是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的 而其他地方都是多雲稻情 在午後的話 也是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在陣雨分布呢 都是在南部地區 跟中部以北的近山區 還有中南部地區 是有局部較大雨勢出現的機率了 另外呢來看到在下午的時候呢 其實雨勢就比較強了 不過在明後天 其實呢雨勢會不斷地重複這個現象 就是呢有一些下午的時候 就有時候就會有間接性的降雨 但是早上的時候可能又沒有 所以大家提醒了 其實還是要帶一把傘出門 另外呢氣溫的方面 我們來關心到現在各地氣溫 都是舒適溫暖的 低溫的話呢 普遍都是到二十一度到二十二度 那也可以看出來呢 其實今天的各地氣溫呢 雖然早上是燒涼的 但是現在的總和呢 大概是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而在最高溫的部分呢 可能會來到三十到三十二度 那另外呢 來看到紅外線的衛星雲圖 因為可以看到外圍環圖的影響 其實呢台灣現在呢 這個天氣其實還算是不錯 儘管颱風已經消散了 不過呢各地還是在防救災嘛 不過小丁丁要提醒您一下了 因為在七號東北季風又增強了 而在八號到十二號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的氣溫會稍微的下降 所以出門時還是要多帶雨傘 跟外套會比較安心 一上一日集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